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夏之那年夏 第八十至八十三集 要不要继续在一起二 我去了医院 惊吓看到医院二字 心顺时露了半拍 直接拨了电话过去 你哪里不舒服吗 要去医院 不是我,是同事 酒店昨晚暖气忽然停了 他受了凉,发起了高烧 那你还好吗 我应该还撑得住 你给我准备了感冒药 我刚喝了一包 路易此时头有些痛 太冷了,还好你没来 惊吓听到他说这话 一时不知什么滋味 现在酒店有暖气吗 现在有,但半夜就不一定了 路易心态还算好 不过各部门已经在抢修了 应该没太大问题 就是不知道何时可以回去 你再等等 天气应该很快就会转好 惊吓安慰到 他听出他的声音里满是疲惫 那你早些休息 我睡不着 很想回去 我很想你 路易一个人待在酒店房间 那种无力的孤独感 几乎要将他吞没 惊吓 你是不是很厌恶我 他在这寒彻心骨的夜晚 终于下了决心问他 你别多想 我没有多想 你应该真的很讨厌我 不想看到我 你不联系我 不回我信息 我却总是打扰你 期待你能给我回应 路易说着说着 声音渐渐小了下来 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与你相处 与你聊天 好像怎么样 都很别扭 惊吓在这深夜 还是和他说了实话 我做不到忘记过去 你和萧敏的事情 我始终放不下 惊吓 我和你解释过很多次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是啊 你觉得没什么 可是萧敏把你们平时的聊天记录 和出去吃饭游玩的照片 都发给我了 你觉得 我看了是什么感受 虽然现在 你们没有在一起 但不能否认的是 你们之前确实暧昧过 路易愕然 什么聊天记录 你发给我看看 他记忆里 很少和他发信息 有事都是直接电话联系 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已经删除了 说这些 也不是为了和你对质一些什么 惊吓叹道 过去我没有和你对质 现在更不会了 但是我介意 你知道吗 我和他确实有出去吃饭 但并不是单独两人 我们也拍了很多照片 都是集体的 这些我都可以发给你 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不管你相信与否 那你怎么解释 他曾穿着性感睡衣 出现在你的房间 原本异地恋 就会让感情变得脆弱 更何况 还有一个女生处心积虑地 出现在路易的身边呢 她的穿着我无权阻止 她的行为 举止 思想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但是自那以后 我就搬家了 没有和她联系过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 但是希望不要让这件事 成为你心底的一根刺 折磨你 路易一直不知道 萧敏背着她 对惊吓做了这些 如今惊吓说出来 她才知道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她说的再多 也已经无法弥补 她受到的伤害 惊吓默默听着 泪水又慢慢落了下来 是 我会尽量忘记 抱歉 如果你早些和我说这些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的感情 或许本身就不够坚固 我这样的女人 可能不适合谈恋爱 容易患得患失 容易陷在一段关系里 失去自我 出现一点点风吹草动 就惊慌失措 这些都是我的问题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是啊 今下 我发现了 你真的很不适合恋爱 陆毅轻声说道 我能明白你的感受 所以啊 我们还是做朋友 可能会更轻松一些 今下苦笑 她想起妈妈 曾经对她说过的话 友情比爱情长久 我们应该比较适合做朋友 你觉得相爱过的人 还能做朋友吗 陆毅问道 我没办法和你做朋友 我们只有两条路 要么在一起 要么彻底不再联系 她对她的感情 是复杂的男女之爱 至少 一看到她 她想做的事 先用她入怀 而不是保持有益的距离 她对她的爱里 还有浓浓的情欲 与占有欲 这样的她 怎么甘心和她做朋友 今下沉默了 她没法回答她的问题 只好转移话题 很迟了 你先好好休息 明天我们再联系好吗 陆毅不肯 我头痛 你陪我聊聊天 我给你准备了止痛药 你吃一颗 不想吃 陆毅没好气到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如果明天航班还不能飞行 我决定去客车站 看看有没有大巴车 至少我得先离开务市 你疯了 外面雪这么大 大巴车也不安全 今下已经不知道 她到底怎么了 你耐心等着 我等不了 这一个月 我真的受够了 陆毅无奈地说道 我得先离开这里 那你的同事怎么办 你可是负责人 今下的话 又让陆毅稍稍恢复了心情 她重重叹了一口气 我大概是吃了药 神志不清醒了 你太累了 快休息 今下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凌晨三点了 那你明天还会和我联系吗 陆毅问道 会啊 今下拿她没办法了 她小孩子脾气一上来 就要哄着 真的会 第二天一大早 雪停了 陆毅还没睡几个小时 就被酒店电话吵醒 通知她航班恢复运行了 她忍着头痛 赶紧买了最近一般的机票 又跑去同事房间 查看对方的情况 还好发烧的那位同事 已经退烧了 状态看起来还不错 他们整理好东西 赶去了飞机场 结果飞机又晚点 坐在候机大厅等了一个晚上 终于在第三天 她回到了省城 这一路的波折 实在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 在起飞前 今下答应她会来接她 一下飞机 她也顾不得同事 一直寻找着今下的身影 今下站在出口 朝她挥着手 她快步走了过去 想要拥住她 又顿住了脚步 终于回来了 今下笑着 我帮你拿行李 没事 我自己可以 客气什么 今下接过她手中的行李包 往前走去 两人默默坐在出租车上 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直到今下问路易 你回哪里 紫薇花园已经装修好了 先去你那里 她才不要一个人 回到冰冷的屋子 此刻 她只想和她在一起 今下便不再说话 一路看着窗外 有些情绪好像变了 他们都在极力克制着 有些话 实在不适合在出租车上诉说 等回到今下宿舍 路易先去洗了一个澡 换了干净的家居服 她终于舒服了一些 这一路奔波 满身皆是疲惫 终于回来了 她感慨道 这一路太难了 辛苦你了 你想吃点什么吗 今下问道 冰箱里有水饺和馄饨 可以吗 路易摇摇头 没什么胃口 那你先去休息 我还有点事 去一趟办公室 今下正准备离开 路易上前 直接抱住她 今下正住了 过了片刻 才将她推开 路易 你 她心跳不由地加快 她没有回答 再次将她搂入怀中 她抱得很用力 生怕她会走 别走 你先放开我 你还没有回答我 是和我在一起 还是与我不再联系 你别幼稚了好吗 今下实在想不到 路易好歹也是带领一个团队项目的负责人 怎么会说出这么幼稚的话 你都多大了 难道不知道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绝对 路易沉默片刻 直接吻住她的双唇 久别重逢 她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只有这个吻是认真的 今下从认真反抗到 默默接受这个吻 她根本就推不开它 她的吻越来越烈 教她难以接受 她努力别开脸 瞪着她 路易哑着声音说道 你不是说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绝对吗 我指的不是这种事 今下美好气地说道 路易将她横抱起 直接进了她的房间 她靠在床上 还没反应过来 她已经靠了过来 带着炙热的气息 她慢慢往后退了退 她又吻了过来 温柔又让人沉醉 今下失去了反抗的力气 全身慢慢软了下来 这一刻 路易等了太久 她不停地纠缠着她 她无处可躲 整个人在她身下 身子微微缩着 她扣住她的双手 轻轻吞去她的衣服 在这一刻 她脑子是空白的 唯一的念头 大概就是 她对她也有身体上的思念 她们曾经毕竟那样缠绵过 彼此在身体里留下的印记 不是说忘记就能忘 不管时间过去多久 那熟悉的气息一靠近 她就能感受到她的欲望 如潮水一般 向她涌去 她躲不开 就只能接受 如果还剩一丝理智 那就好了 惊吓想着 却又情不自禁地 搂住她的后背 这更像是鼓励她的行为 她按住她的肩膀 轻轻蹭着她的脸颊 她又对她心软了 下巴抵在她的肩头 她盯着她的眼睛 恳求道 闻我好不好 今夏不去看她的眼睛 她便穷追不舍 一直问着 好不好 如果我说不好呢 今夏被她弄得没了脾气 她差点忘了 在她温和有礼的外表下 也有这么无赖的一面 你不是问我 是不是厌恶你吗 至少在此刻 我能感受到 你并不厌恶我 她浅浅笑着 眼睛亮亮的 今夏好像看到了过去的她 她最打动她的 就是这发自内心的笑容 不再是眉宇间 挂着淡淡的忧伤 她心一动 忘记了过去的伤 忘记了纠结与矛盾 忘记了所有的不愉快 至少这一刻 她渴望的 只是与她在一起的欢乐 今夏搂住她的脖子 轻轻稳住她的嘴角 她呼吸渐渐重了起来 将她紧紧搂在怀里 两人的身体 都在微微颤动 久违又陌生的宝 这样 让今夏忍不住乌叶一声 她回稳住她 想要她的全部 一种隐隐的欢愉 从小腹生起 浑身都酥软了 她只能跟着她 一点点被她攻陷 明明想好 与她只做朋友 无奈身体的反应太过诚实 受不住她的美男计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与她放肆过 满身疲惫 心底却是满足 那种欲望被填满的慵懒 她在她耳边轻轻喘着气 性感又美好 这一刻 她真的好想 毫无顾忌 不再自欺欺人地爱她 惊吓回头 就对上了她的眼睛 她突然就害羞了 尤其是在看到 她促霞的笑容之后 她连忙转过头 将自己裹进被子里 她隔着被子 拥住她 你害羞什么 她正拖开来 听到房间外的手机铃声 这才想起 自己本该去办公室的 我还有工作 同事的连环电话 换回了她的理智 她要是再不走 估计他们就要来宿舍找了 惊吓 陆毅想让她请假 她却已经急忙换上衣服 去浴室洗了一把脸 匆匆拿上手机 走了 陆毅一个人躺在床上 摸着她留下的余温 真的很久很久 没有这么开心过了